窗帘每天早上七点半自动打开 其实这时候我已经醒了 但是我只是很享受船的温暖 老公和我告别的时候是七点 其实我只是多睡了半个小时 当然起来第一件事情是 喝这杯老公放在船头上的热水 很多时候我都害怕他变冷了 所以我会主动早点起来 运动开启我的每一天 这三十年我从来都不允许自己长胖 不是说长胖了不好看 而是我自己习惯而已 我不想穿上那些 我曾经很喜欢花了很多钱买回来的衣服的时候紧紧的 可能我和别的女人不太一样 买衣服的时候我就想着这件衣服可以配哪一条裤子 那条裤子又可以配这件衣服 所以我的衣服都不会轻易的扔了 不要了 每件衣服都是我的宝贝 所以我不想让自己长得胖胖的 当然运动是很艰苦的 也很辛苦 刚刚开始的时候你会觉得枯燥无味 但是坚持了几个月以后你会发现 运动已经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 就像生命需要食物一样的 如果这一天有别的事情耽误了我 断裂的时间我会非常的难受 就像一天没有喝水一样的 所以每天运动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我一般都是空服运动的 都是让自己的身体在有一点点饥饿感的情况下运动 所以说运动后我会给自己奖励好吃的食物 每天一个鸡蛋是我的日常 偶尔会多吃一个 苹果是我的生命 我不能没有它 苹果含得有丰富的维生素C 如果这一天没有别的水果 其实一个苹果也能提供你足够的维生素C 除了苹果我比较喜欢蓝莓草莓 一切所有的蔬菜我都喜欢 当然我冰箱里面常常备的是白菜 白萝卜 包心菜和土豆 因为这些蔬菜的保质期会更长一点 特别是放在冰箱里面 白天老公去上班的时候 我一般都是一个人吃饭 但是我都会好好吃饭 绝对不会轻易的打发自己 我喜欢独处的时间 我给足自己时间来让自己静静的思考 很多时候 一杯茶和一段音乐就可以打发一个下午 当然我还有一些老客户 每周我都会抽两三天的时间给客户缝缝补补补 其实认真做事的时候 人可以非常的平静 不用想什么 但是你的内心一定很风盈 缝缝补补补 除了让自己感觉还被需要 还可以挣一点钱 也可以让自己感觉到存在的意义 我会控制自己工作的时间 或者说我会控制自己挣钱的时间 因为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不只是为了钱和工作 更多的时间是在体验人生 所以出了缝缝补补的这两天 我会做我喜欢的事情 比如说到外面上个步 写一篇自己喜欢的文章 我的文章都是写给自己看的 我从来都没有发表过一篇文章 我是一个很喜欢朋友的人 但是我又有点害怕社交 所以写文章和做视频 就是自己给自己的对话 我刚刚开始做视频的时候 也是做给自己看的 人很多时候都是需要倾诉 也是需要别人聆听的 所以我可以自己给自己倾诉 自己给自己聆听 我喜欢独处的时光 这样的时光真的是太美好了 很多时候连空气都是甜的 我根本就不会浪费每一天 每一秒自由自在的独处的时光 当然了我每天都会抽空 看一下邮箱里面别人发来的故事 整理别人的故事 把我感兴趣的 我觉得有必要的写成一篇文章 然后录制一段视频 我觉得每一个故事都值得我学习 都对我有一定的启发 在每一个人的人生里面 你都可以学到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我会努力的把我的借机做好 但是我活了50年以后 我才知道谁对我最重要 所以五点以后无论我有多忙 只要老公下班回家 我就会停止我手里的工作 就算是在门口交过花 我们两个都会一块出去 他给玫瑰修枝的时候 我会在旁边出草 我和他聊聊我的视频 他会和我聊他的工作 尽管早上做了不少运动 但是只要他说想出去散步 我一定会陪他出去散步 也许夫妻就是这样子 每天讲着同样的话 在一起吃很多很多次的饭 但是都不腻 这就是我的一天 这就是我简单而重复的每一天 但是我发现我热爱我的每一天 感谢朋友们的收看 我希望你和我一样 把每一天都当成生命的最后一天 快乐的度过每一天 让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